引起了轩然大波 目前这起误炸行动死亡的人数 已经增加到四个人 另外还有三十多人受伤 最近频频传出误炸平民事件的北约 昨天再度传出抠袭任务殃及无辜 不过这一次遭殃的 却是中国大陆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台湾时间昨天清晨5点45分左右 北约三枚飞弹 击中位于贝尔格勒的大陆使馆 造成至少四个人死亡 其中三名是媒体记者 另外还有三十人受伤 事件传出之后 大陆民众反美情绪高涨 北京当局立刻要求联合国安理会 召开紧急会议 表达强烈谴责之意 对这一野蛮暴行 表示极大的愤慨 和严厉的谴责 并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必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俄罗斯也谴责北约的行动 是野蛮的行为 而国际间包括北约和联合国 则对这个事件表示相当遗憾 不过北约一再强调 误诈大陆使馆纯属意外 北约不会因此放弃制裁 南斯拉夫的空袭行动 冲突在抗议过程当中 美国的使馆人员并没有出面 只是手持步枪在馆内戒备 而抗议群众不但焚烧美国国旗 而且还向大使馆投掷汽油弹 汽油弹的火光 让示威群众的情绪燃烧到最高点 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只能避紧无疮 武装人员带着长枪戒备 近代华府进一步的指示 报队 经过一夜的奋战 学生再度从各地涌入 群众把路边的人形地砖打碎 扔向大使馆 窗子被砸得面目全非 北京使馆区已经被各路机关团体 组成的抗议队伍包围 甚至发起聚用美国货的运动 除了北京之外 上海各大专院校学生 也在公安部门的批准下走向街头 纽约误诈乃斯拉夫大陆大使馆的事件 不仅在北京是引起了官方 还有社会强烈的反弹 同样在上海也引起大学生 主动的游行抗议示威 像是目前记者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美国的领事馆附近 而错过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在现场有将近两三百的学生 是自主性地走上美国领事馆 希望美国政府能就此事有所合意 在上海 数百名学生高举白布条 要求北约立刻停止 对南联盟的军事行动 高平万岁 高平万岁 高小学生走到街头 另外成都和广州等大陆各地 也有游行团体 对英国和美国驻华大使馆 示威抗议 TPBS大陆新闻中心 综合报道 我们看到了包括北京 以及上海的学生 以及市民 从昨天下午开始 就持续地抗议 而在北京是集结在美国的 驻北京大使馆前进行抗议的 TPBS驻北京的特派 记者许舒婷 以及许事冠呢 也从昨天起 一直守候到现在 我们现在要透过 卫星连线的画面 请许舒婷来告诉我们 目前抗议的最新情况 舒婷 是的 胡锦涛呢 在今天傍晚发表的 这篇重要的谈话 那么很显然的目的呢 就是要为这一次的 整个学生活动来降温 但是呢 整个学生的情绪 已经点燃了 能不能够如愿地 慢慢地来降温 还很难预期 我们知道呢 在校园中 事实上学生的整个 反美的爱国情绪 已经升到了最高点 虽然呢 在透过现场的镜头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我背后 就是在北京的使馆区 那么其中当然也包括了 学生抗议的重点 美国大使馆 学生是慢慢地 在傍晚的时候散去了 但是在校园里头呢 整个情绪 并没有降温下来 那么我们知道 在学校里头 出现一些现象 比如说美国制的产品 就非常不受欢迎 都摆在架上 没有人买 那么大学生呢 完全都不相信说 这个北约呢 轰炸这个中国大使馆 是误设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那么中国的民族主义呢 在现在可以说是 沸腾了最高点 那么但是政府 对于下一步要怎么处理呢 显然是还没有明确的 一个指示 我们知道这次活动的 一个初期呢 在都是经过这个 中宣部批准 那么为这个 整个的活动来定调 所以呢 学生在这个游行的时候 唱的这个爱国歌曲 还有整个这个口号呢 其实都不脱离 一个大的范围 但是呢 接下来整个这个活动呢 已经在全国 慢慢地蔓延开来了 那么到底要怎么收尾 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也有得到消息表示说呢 在北京附近的一些军区 已经调派了一些军队 集结在附近 以备万一 那么这就是我们在北京 现场观察到的最新状况 那么如果有最新的状况的话 我们会随时为您做报道 好的 谢谢 许舒婷在北京 告诉我们在目前 最新的一个状况 那么在经过了 一天一夜的激情抗议之后 刚才透过卫星连线 驻北京记者许舒婷 也告诉我们 目前美国驻华使馆的 抗议人潮已经逐渐散去了 不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也就是国家副主席胡锦涛 在今天下午六点钟 则是透过了中央电视台 发表电视谈 终于指出 大陆当局为了避免 民主派人士混进学生的 示威队伍中 提出其他口号 已经展开了